POP大國民 請聽蔡詩品 歡迎回到POP大國民六點到七點鐘第二階段的節目 同樣的也歡迎大家收聽我們的節目 可以用大特別地區用FM91.7 陶珠苗地區可以用好聽廣播電台FM90.7 六點鐘我們推出了一個新的單元 這單元非常希望能夠透過它 讓大家來看看那些點亮街頭的色彩 還有讓街頭充滿音符的那些街頭藝人 他們是怎麼樣子來看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那我們的單元就叫做嗨我在街頭我是藝人 今天我們第一集為各位請來了 有街頭藝人教父之稱的張伯威 威哥來到我們的現場 希望透過他多年的鼓吹街頭藝人 回頭來看看這些年台灣的街頭藝人文化 到底走出了什麼樣的一個新的風貌 面對著新的局面 那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困境 是大家需要來了解的 我們來介紹街頭藝人教父張伯威先生 威哥你好 陳大哥好各位空中的朋友 各位現場朋友大家好 稱你為街頭藝人教父 這的確不是沒有來由的對不對 非浪得虛名 對非浪得虛名 你現在算一算你投入到街頭藝人有多久了 這個話題 我從2002年開始投入街頭藝人 在那之前完全沒有 在那之前我我以前是在明哥西山町住宅 對對多才多藝啦 待會我們會一邊聊 各位知道這街頭藝人為什麼需要 有大家高度關注 因為張伯威先生 威哥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人 所以2002年那個時候換掉說 那時候還沒有在沒有所謂的街頭藝人這個事情 偶有靈心在街上看有人爆個吉他這樣唱一唱 街頭表演會被警察 會抓的 我懂了 很多人像早期張正月甚至連蕭黃吉自己也說過 很多藝人 當年在台大公館演唱的時候都要跑警察 我懂 就是說那時候因為街頭藝人還不是一個身份不是一個職業 在台灣的體制裡面 他還不是一個被警察制度這個官方認同的一個工作 可是在2002年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在上個世紀19801990 如果有機會出國的話 我們在很多很多很棒的城市 大概看到街頭藝人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了 沒錯沒錯 而且他的確成為一個城市非常亮的地方 是的 其實在2002之前我我是在寫旅遊書的 我的第一本旅遊書就一上市就是排滿冠軍 那在當年因為我聽了政府提倡一句叫 如何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這樣子的一個號召之下 我當時身為旅遊達人的一個算是作家 也在廣播主持一個旅遊單元 我就在想說我們怎麼提升台灣的旅遊競爭力 所以思考到街頭藝人 對 所以我去考察歐洲 然後發現歐洲到處都有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呢 所以我才開始著手去推動這個合法化 好這個張博威先生非常有意思 他不只是推 他自己根本就是跨到這個街頭藝人裡面來 他自己也能夠演也能夠唱 他是非常多才多藝的 這個精通這個樂器 然後能唱能寫能主持 然後現在呢還是以這種多樣的才藝呢 這個縱橫江湖 好 所以2002年那時候推的時候困不困難 當然很困難 第一個首先困難的是我們國家沒有這個職掌 在公務員叫做業務職掌 沒有這個業務的時候公務員就推了 這樣聽起來不就是 比如說縣市政府 我想到的就是文化局啊 對不對 在中央的話就是當年是文件會 文件會 是 感覺還最接近嘛 對我去Touch的時候 他們就給我 公務員強調我的業務是什麼 結果沒有一個單位 沒有一個單位有這個業務 所以這個第一個這個門檻就很難跨過 你要叫公務人員去做他 不屬於他業務的事情 這根本就是天方業務 對啦 因為他如果做了 他也覺得他師出無名 對不對 到處還引發了爭議 可是你說你要師出有名的話 那叫立法啦 對 所以在當時我的做法就是 OK 那我直接做給政府看 所以我當初我自己 先在台北的華山藝文特區 高雄的愛河 以及台中的公園 我辦了三場示範的活動 然後我同時發文給 鄰近的縣市政府來參觀 你就等於是直接 直接用一個街頭藝人的一個 一個活動的像示範區 示範試點的概念啦 沒錯沒錯 我當時就直接這樣子 而且 那號召一批 街頭藝人來 來來來來響應嗎 對對對 會不會轟動 應該蠻轟動吧 蠻轟動 當然當然 當時 坦白說 也很開心的 得到當年這個台北市長 馬英九 馬市長 還有台中 當時是 蕭家綺副市長 他們都帶著文化局長來出席 我的記者會 那高雄的話 因為當時是有補選的問題 所以他們沒有來 但是也 市長 謝長尼市長也來喝電 也來喝電 聽我們廣播的朋友 一定會覺得說 哇 真的好早 你看那時候這幾位 這幾位大咖都還是市長 沒錯沒錯 現在都不一樣 對對對 都不一樣 所以好 但是那個 而且各位想一想 那時候還是用專案嘛 你等於是要去申請一個 辦一個活動 用這個活動的方式來辦 而不像現在街頭藝人是 到假日 隨時都可以出現 對不對 好 那時候這樣辦的時候 那就開始很順了嗎 坦白講 剛開始走還蠻順的 因為說實在 我是以一個 嘉年華的方式呈現 那到處都是藝人 有表演的 有畫畫的 有公益的 有雜耍的各方面 那所以這個應該是屬於 台灣首創的活動 所以很多的政府官員 看到之後都覺得 哇好棒 甚至很多的市民 來看了之後也很棒 都反映都說 哇這個活動要多辦多辦 那我講一個比較悲情的 比較悲情的就是 我每在一個地方辦完活動之後 隔天的媒體報導 都說 昨天 比方說台中市政府 在台中公園辦了一場嘉年華會 獲得好評 結果全部都沒有寫到我 是我民間人士 就是推手 推手 反而沒有人看到 對對 是我自己出錢 那時 當時政府沒有執掌 就沒有預算 所以我自己花錢去辦 然後邀約官方來 結果結果是官方驗收了 終於現在我們給了 這個街頭藝人教父 張柏惟先生 還他一個公道 2002年 他自己掏腰包啊 北中南辦 各辦一場三場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當時辦的時候 因為他是 等於是特殊的狀況 專案來辦 我用企劃案 對沒錯 所以他不是街頭藝人 所以那些表演的藝人 基本上都還沒有所謂的街頭藝人的身份 但是馬上就碰到一個問題了 如果他要讓他常態化 或者是合法化的話 他就勢必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街頭藝人 怎麼定位 怎麼定義 那你在2002年之後 勢必要碰到這個問題 對 所以當年台北市政府 就很積極的去修訂 街頭藝人管理的這個辦法 他們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訂定 對 那就開始 有這個展演之中 這講一個題外話 當年我們在辦這個 一個街頭藝人試試大會的時候 我們邀請到周華健先生來代言 所以他現在到大陸的節目 還說我是領到台灣第一張證照的 所以周華健也有街頭藝人的證照 當年我們在記者會上 我請馬市長頒給他 好 來 我們進到廣告 好 歡迎回到POP大國民 我是主持人蔡世平 剛才街頭藝人教父張柏薇 幫我們回顧了2002年的時候 他怎麼樣在北中南三個地方 各自辦了一場活動 硬是把這個街頭藝人 在台灣這個社會給炒起來了 但他這個推手 在隔天的報紙上面 媒體上面都不見了 我們現在還他一個公道 街頭藝人教父張柏薇 魏哥 那我現在請教你 當時你看開始要推了 台北市政府也要推了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他碰到一個 一定碰到一個問題 怎麼去認證 街頭藝人的身份 那你們在開始的時候 當台北市政府要決定要做一個 這個關於台北 關於街頭藝人的 一個相關的規定的時候 你們一定有給建議 當然我的整個三場活動 就是在 對外的民眾的行銷 是一個街頭藝術 街頭藝人嘉年華會 那對內的這些藝人呢 我們就是一個審查會 我當時也邀請到 包括像林秋黎大師 紐大柯老師 一些各個領域的一些指標性的人物 來擔任我們的評審團 我們當年的這個嘉年華會 裡面的內容 就是針對每個藝人做一個審查 所以我把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把它技術移轉給官方 所以現在在全國各地 施行多年的這個街頭藝人的考試 其實就是根據我當年的那個模式 去模仿去copy這樣子 大致上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流程 就是我當年的辦法 就是每一組藝人 報名我就分配他一個展演的位置 然後我當年在配置的是 一個動態 也就是說一個有音樂的 然後一個可能是美術的 然後一個有音樂的 然後一個可能是工藝的 用這樣間隔的方式 在場域裡面 然後他必須持續表演兩個小時 在那個兩個小時內 這些藝人在那裡 他就是要當作是在街頭 然後我們的評審團 就遊走在這些嘉年華的 園區的藝人裡面 遊走然後去評分 這很像 很像國際的那種國標舞 或者是那種 就是說一堆人都來走 對不對 然後評審就在那裡 隨時在看 然後看到一個 差不多一個階段 以後做一個評分 沒錯 有點像 但是你們也是一樣 就是他就在每個區 每個點 每個位置 各自在在 進行他的才藝 因為說實在 為什麼要有這個兩小時 因為街頭藝人在路 街上你不是唱五分鐘就走掉 沒錯 那是一個很長時間的表演 所以需要見證 他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對 有沒有吸引民眾的能力 然後他能不能持續 長久的表演 好 剛才各位在 張柏惟先生的這個談話裡面 有注意到吧 他說有動態有靜態 甚至還有包括美術繪畫的 所以換言之說 街頭藝人不是我們現在 在觀念裡面想到 又唱又跳的 變魔術 玩戲法 不只這些 對 他也包括靜態的活動 沒錯 比如說靜態 包括什麼 靜態 其實我們到歐洲去看 最多的就是人像素名 對對 最多 這裡也算街頭藝人的 哦 幫遊客 對對對 術寫 我到 我 我到泰國曼谷的時候 還跟我太太兩個人在那邊 給人家畫的 站了十幾分鐘 畫了一個 那像這個都是關機到你的速度快不快 然後畫的像不像 嗯 這個東西都是都是評審的重點 哇 所以我們現在在街頭上能夠看到的 各種表演的形態 其實都算 是 哦 動態靜態都可以包含 應該說街頭藝術是海納百川 哦 各種各樣藝術呈現的東西 甚至在歐洲有畫地上 3D立體畫 哦 在地上畫 哦 畫立體畫 對 啊 很多你可以想到 呃 藝術 我是覺得不應該限制 嗯 哦 我們在台灣的 這個這個 文化主管 部門 就太限制藝術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這一點講得很好 也就是說他們有一個 先入為主的 嗯 的標準 是 所以就會卡住了街頭藝人的 發展 發展跟多樣性 是 其實你的意思就是說 以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的話 沒有限制 嗯 就是最好的 是 最好的一個 文化就是要給他 就 蓬勃發展 但是這 但這樣又牽涉了一個問題了 嗯 就是說 呃 會不會到一個 這個正 當年的這個街頭藝人的症兆 發到一個階段以後 他會到一個飽和的狀態 就太多人了 那使得表演的空間出現了限制 或者搶空間呢 是 這個這個狀況 當然有 嗯 曾經 呃 約莫 在 2015 16年的時候吧 嗯 台北市政府曾經 有提過一個案子 就是說要限制 街頭藝人的症兆 在1000張 就是說 他只發出1000張 超過就不發了 嗯 齁 那但是這個案子 當年 呃 坦白講 在審查委員會的時候 我 把他推翻了 因為我我光 我光是聽也會發現到 他有他 他有他 不可行的地方 對 對 因為如果你這樣卡住的話 那後面的一些 很好的記憶的人 或者很有 很有那種手藝的人 或者很有技術的人 或者很有表演 表演的這個渴望的人 他都被卡住了 對 可是前面那1000張 說不定有人就 拿了證照以後 他也不見得表演了 對 可是就卡住 站住那個位置了 沒錯 就像我們在 政府在管這個駕照 沒有人去限制駕照 發幾張嘛 嗯 對 我考到了 我不見得一定要開車啊 嗯 對不對 同樣的現在 坦白講 街頭藝人的發展 到現在來著 他變成是一種 專業能力的肯定 嗯 有些 像 包括幼兒園啊 甚至有些 搞不好是 音樂班的這些老師們 老闆們都要求說 你要拿到 專業證明 問題是很多人是 沒有 不是專科出來的 嗯 那他怎麼證明 就說 很簡單 你去拿張證照來給我看 拿到 尤其有些是說 你拿到台北市證照 或是拿到新北市證照 那 OK 我認定你的專業 所以你就可以來認教 所以話叫說 你拿到一個街頭藝人的 這個認證 基本上就是一個 專業的肯定 對對對 當年當年坦白講 我我會用這樣子的一個證照制度來推行 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 是希望能夠提升街頭藝人在台灣社會的地位 嗯 坦白講一般人只要聽到醫師 會計師 什麼什麼師 什麼師 都會覺得 哦 哦 那好像是比較 地位比較好 甚至收入比較好 所以我當年要推這個就是想說提升這些藝術家們 你想想看 每年從音樂班美術班畢業的這些學生多少人 嗯 問題有多少人能夠在他的專業裡面去就位 嗯 就職 嗯 很難 因為他有很多的老師還沒退休啊 嗯 學長還沒退休啊 嗯 你要去國台交當個指揮 你可能 你搞不好你一輩子等不到啊 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才會希望說透過一個 呃叫做 街頭記舞台 處處有一人 這種理想境界 嗯 這是我當年聽的 街頭就是舞台 欸 然後處處有一人 處處都可以看到 業人 對用這樣子的方式讓這些有專業能力的人 他們不必去擠那個小小小小小的門檻或什麼 到處都可以 所以從2002年開始推動之後 是 你覺得高峰期是在大概在在什麼時候開始進入到很高峰 就是說每個地方都很蓬勃了 如果啊 以我個人感受啦 那我我我我以為有國外國外邀約 我2008年受邀到北京 嗯 好去主持這個世界多元文創博覽會的開幕 以及在開幕式表演 嗯 2009年受邀到上海 嗯 到蘇州 他們的中秋晚會去演出三個晚會 嗯 好 呃 同年2009年我代表台灣 是外交部邀請 嗯 邀請我到澳洲 嗯 參加世界多元文化節的表演 嗯 所以如果 就我個人感受 大概在2008年 2009年來的時候 感覺出來 是一個高峰 受到政府 已經是官方的邀約 嗯 官方邀約 而且參加世界化 而且國際的 國際的活動 也注意到這些 對 台灣的這個街頭藝人的 沒錯沒錯 同步了 當年我帶到上海去的時候 我是用 台灣十大傑出藝人 啊哈 表演團 去的 啊 因為我我當年不瞞你說 就我當年在辦這個 呃 每年齁就像我北 我剛剛講北中南那個 其實我是在內容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我 我要做台灣十大傑出藝人的選拔 嗯 嗯 我是用這樣北中南然後去選拔 那我持續辦了八年 哦哈 但這個藝人是指街頭藝人 街頭藝人 哦 對 而且我的遊戲規則是每年不得重複 嗯 就你得過就不能來了 對對 不像金曲獎什麼 永遠都惡解 那不是這樣 所以我當年就是每年我要推出十個素人 嗯 我要幫十個素人幫他們鍍金 嗯 讓他們有機會要上國際舞台 嗯 事實上這個目標我也達到 現在我們很多街頭藝人 甚至都到美國的達人秀去表演 好 所以這樣這樣看起來 從2002年之後 然後呃 在全台灣各地 尤其是大的城市 是 或者是重要的風景點 大概都已經呃呃 看到街頭藝人的表演 是很稀鬆平常的 沒錯沒錯 所以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 但是 但是街頭藝人 他的他的收入 嗯 有因為 整個社會的越來越高度重視 而達到新的水水平嗎 呃 因為這也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對對 嗯 坦白說 我 就我觀察這19年來 嗯 我覺得 呃 收入普遍有提升 嗯 普遍有提升 嗯 至少 呃 投入的人 呃越來越多 在這個我們講就一個大水缸的概念裡面 呃民眾 五六個小時 哦 甚至有時候 呃當然 嗯 三四個小時也有 嗯 但是我以我個人啊 我個人是 我懂 三個小時以上期待 但是這個榮景 其實現在不容易看到了 現在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從2020年的這個疫情開始 呃整個全球都停滯了 嗯 那當然台灣是一個 呃高度依賴外貿收入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的收入自然也也少了 所以整個水流就不大 好 這個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其實街頭藝人的這個打賞的這個部分 你其實還是要看他的 我覺得觀眾 呃觀眾或者是上街頭看街頭藝人的這些朋友 他心中有一把尺了 好 就是你看他難度高一點的 哎 他們可能在給錢的這個方面就大方很多 是 如果說難度沒那麼高的 他們可能就沒給的不會那麼多 這個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街頭藝人的本身這個技能的一個考驗 好 沒錯沒錯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街頭藝人教父張柏惟先生 之所以稱為街頭藝人的教父級 就是因為第一個他從事的很早 剛才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 各位已經知道了 他從2002年就在推了 然後呢 呃非常積極的這個當一個推手 然後他同時也是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稱他為街頭藝人教父呢 並不是沒原因的 然後更重要一點是他除了推動這個街頭藝人 讓他能夠入法 讓他成能夠取得這個證照 然後普遍在台灣的這個風景區 還有重要的這個城市之外呢 更重要一點是他自己也是一個可以表演的人 他並不是一個推動理念的人 他是一個可以自己加入這個街頭藝人行動的人 呃你你你自己當街頭藝人是2002年 開始你就開始就自己在街頭上演 就馬上站在第一線 哦 那我從事的工作 那你當然也有證照了對不對 哈哈哈哈 那我其實我的表演 呃民歌是主要 嗯 啊那其實我也表演過小丑莫劇到台大去表演 那你範圍很廣嗎 欸 能演能唱 對對對 還也表演過 還能主持 雕像 欸 參與這個 我有看到那個照片 大偉盧漫二的演出 哈哈哈哈 還跟諸葛亮曾志偉他們 OK OK 我也看一張照片網路上是曾志偉站在你 對對對 站在雕像的旁邊 對對對 我們拍片的過程當中 啊 也跟貴倫美拍過廣告 有 我知道 所以 還真的做的蠻多的 嗯 欸 這是不是一個街頭藝人其實應該具備的一個 一種 一種 好奇 或者是多樣的這種學習能力 啊 對 也就是說他不是靠一個才華 在街頭上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句 我個人 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分享的一句slogan 就是說 我在現在這個社會多元發展 尤其未來 我們現在講斜槓斜槓 對對對 斜槓 尤其以後AI發展之後 人可能越來越沒用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一定要多多創造自己 被別人利用的機會 與價值 那你也幫街頭藝人上課嗎 是 那上課主要是上哪一些呢 上課當然主要談就是 如何在街頭吸引民眾 如何讓民眾可以願意掏錢 甚至於養一些你忠實的粉絲 這些大概就是一些 如何成為傑出的街頭藝人 裡面有很多條 所以換句話想說 要成為一個街頭藝人 各位要想想看 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事情 除了你自己要克服 面對這個群眾 在街頭上表演的這種 主客觀的因素之外 我所謂主客觀是 有些人還是會卻場 當然 而且呢 你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 我知道街頭上 有些人表演什麼古典音樂啊 或什麼的 他平常可能會覺得 我是在音樂廳 突然間現在是在一個 空曠的環境裡 而且條件也沒有那麼好 那你要克服那個客觀的條件 沒那麼好 主觀上你要把那個 心態上調整過來 這個都是要需要適應的 沒錯沒錯 我曾經在幾次的 評審的活動當中 有發現就是很多 哇哇 這個什麼 什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哇碩士 哇 我知道 來參加考試 可是當他在整個的考場裡面看的時候 他是完全沒有人氣的 嗯 在他的前面一個 一個觀眾都沒有 所以關鍵就來了 就是說你即使有非常好的技藝 對 那個技術 你還是要有一個表演的方式 讓讓大家願意來靠過來 對不對 對對對 在街頭的呈現 你就是一定要能夠吸引觀眾驻足 坦白說 他說在美國紐約勢力交響樂團的首席 嗯 Joshua Bell 那個小提琴手 他也曾經被這個華盛頓郵報丟在街頭 嗯 結果他也是很慘 哈哈哈 非常的慘 所以我要講 今天如果能夠在街頭生存 生存下去的藝人 嗯 他其實不輸這些所謂明星藝人 甚至這個這個什麼國際巨星 啊 這個威哥 這個我一定要強調 威哥呢 自己很會表演 他現在呢 就已經拿了一把吉他 那在我們的面前 哎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就是說 同樣是 比如說自彈自唱 要怎麼樣子 在自彈自唱的過程當中 讓大家會擠過來 聽你唱 好 我先示範一下 好 好 呃 隨著 嗯 我們人的成長 相信 每個人心目中 都會有這麼一首歌 嗯 可能會讓你想起某一段往事 或是某一個人 嗯 啊 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最近有一首歌很紅 嗯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嗯 相信 呃 每個人都會有這麼一首歌 嗯 把某個人深深的刻在你心底 哦 Belly 好幾次我告訴我 我自己 越想努力 趕上黃的意 越無法 抽離 而已 覺得你 刻骨銘心 只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找出真心的勇氣 你沉默的回憶 是善意 可在我心裡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這回事 女士流言說了一次就一輩子 成頑固跟世界配置 成頑固跟世界配置 覺得連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 類似這種感覺 類似這種感覺 有啊 打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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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賞 我的習慣就是說 可能也因為之前 對 有在廣播服務過 所以我在介紹一首歌的時候 我都會帶一些話 把這個歌 歌名歌曲帶出來 相信 我剛剛前面這段示範 每個人在聽歌的時候 他不只是聽我的旋律 你在聽他自己的心中的某些故事 他在回想他心中的人 所以換言之說 一個好的街頭藝人 如果我們現在稍微整理一下 他在街頭上面成功的話 你覺得大概就要具備哪些條件 或者他至少要完成哪些條件 第一個 我想吸睛很重要 在街頭 因為人來人往走來走去 他幹嘛停下來看你 對他幹嘛停下來 所以吸睛非常重要 你在街頭表演 你第一個你一定要能夠吸睛 那吸睛有很多方法 不管是你的外型 所以造型可能都要 對 有一點準 有一點設計 沒錯 不管是造型 甚至你的布置 你的擺飾 有沒有吸睛的元素在 要吸睛 對 吸睛 然後第二個就是 讓人家駐足久一點 因為這個有 吸睛了 但他停下來十秒鐘 他搖搖頭就走了 對 不行 你要能夠讓人家駐足下來 駐足 對 好駐足下去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要 讓他能夠感動 嗯 感動之後 後面最後面就是掏錢 那就真正像吸睛了 那後面就是吸睛了 對 四大步驟 我想這四大步驟 是成為一個 傑出街頭藝人 必須要懂得這四個 四大步驟 可是有一些 像我們剛才聊到的 有一些這個街頭藝人的表演 因為他的動作夠大 比如說像現在有一些年輕人 完全是那種特殊的技藝 翻滾啊 什麼的 或者是街舞 那就很搶眼嘛 對 那也有一些像那個那個大圓湖 對不對 那種就是很搶眼 那大家也會也會駐足來看 對 可是像比如說像你擅長的唱歌這一點 那唱歌這個大家很可能就認為說 唱歌嘛 所以那唱歌這一塊的挑戰就很大了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那都會唱啊 最多的唱歌才藝是最多 所以就是我跟我剛剛做的這個小小的示範 就是說你唱歌你如果說你在那裡就只知道 埋頭一直唱一直唱 現在每個人手機戴個耳機 哇聽的更棒 聽的歌太多 啊你講對 你講得分見 這根本就不用聽你現場 所以你現場我就講 你一定要有其他的元素 就類我剛剛做一個小小的示範 甚至偶爾我會講說 哇今天風好大 各位啊 能不能幫我想想 什麼跟風有關的歌啊 哦然後就 大家可能就有互動了 就有互動了 就有互動了 什麼有風的歌 每個人腦袋就開始想了 就開始點歌了 哦 用個主題或說 哇現在春暖花開 哇鳥語花香 我們今天來玩一個花的主題 大家幫我想一想 有什麼花的歌 我懂了 這是你剛剛講的 要讓街頭藝人跟周遭的環境有一個互動 而不是靜態的 你要唱就 都唱你要唱的歌 那大家可能就 對不對 沒錯沒錯 常常我看到有些新人出來 埋頭苦唱 就唱他喜歡的歌 那你這樣的話也有一個能耐 有點像我們過去的時候 有點像現場點歌的概念了 沒錯 民歌西餐廳啊 那種現場點歌的概念 對不對 沒錯沒錯 其實我跟早期的像周華健林良樂啊 林鄭陽 我都是民歌心態力出身的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問題來了 街頭藝人他還得要非常強的調整 適應學習的能力 對 比如說他的要能唱的歌就要非常的多 沒錯沒錯 絕對不是學一兩首歌就來當街頭藝人 那是不行 我懂我懂 一定要你的曲目要廣 而且要能夠應付 像以我的做法都是我看現場的觀眾 如果是年輕人我就唱五月天的啦 唱什麼Hippie啦 關鍵來了 如果看到老人家我就唱懷念老歌 看到小朋友我就唱海綿寶寶 這就是 豬當來跟我唱海綿寶寶 這就是那個關鍵啦 就是說你的一個街頭藝人你要有適應 調整那個現場環境的 今天的狀況看起來是年輕人比較多 就要調過來了 沒錯 不能用你原來想的 我就唱老歌那個不行了 今天看起來有很多是 有點像這個主持人我這樣 中年以上的 這種大哥大嬸 大哥大嬸呢 大姐呢 那我就來一點老歌 吸引他們 就這要有一個 或者看到這個親子 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來了 唱幾首歌 讓這個小孩子住足 因為小孩子願意住足 一天到海綿寶寶 他就拉著爸媽不走了 沒錯 不走了你就有機會了 就有機會 對 所以這個要有多方面觀察適應 還有你自己本身的實力 對 要會的歌像這個 對不對 刻在我心裡 剛得金馬獎我們就要馬上 要再唱 就是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了 剛才我們講過了 這個街頭藝人教父呢 張柏威先生 威哥呢 本身他以前就是唱民歌出身的 是 所以他的這個學習能力 但是我們必須講 他唱民歌出身 他也可以 可能會以老賣老 只唱那個年代的歌 他沒有啊 他也是跟著這個時代 與時俱進 通常街頭藝人 他們通常會用 街頭藝人這個部分 是真的來賺錢呢 貼補家用呢 還是說他們其實有的人 是在這裡來訓練自己的 某些膽量 或者是訓練自己的某一些 表演的才華 坦白講都有 都有 多年前也曾經有某個唱片公司 他要推一個新人 結果那個老闆就打電話給我 阿威亞 我現在有個新人 準備要發片 能不能跟著你去 歷練一下 到街頭上去歷練一下 去歷練 歷練那個舞台 現場唱的實力 對 所以已經也有唱片公司 是這樣栽培藝人 那當然也有一些事 真的就說 比方說 子女的教育經費 房貸壓力很大 所以他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 他利用假日 甚至利用下班後的晚上 來做街頭 想要貼補家用 當然也有這種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表示說 街頭藝人這一個領域 一旦開了之後 他的功能性就變得非常多樣了 一方面他可以 對這個城市加分 讓一個城市的旅遊的景點 城市的觀光的點 或者是居民 市民休閒的 休憩的這些點 充滿了一些色彩 充滿了音符 充滿了各種歡笑 可是對於這些表演人來說 他也可以 滿足他們各自的需求 有人借著他來賺一點錢 貼補家用 跟您報告一下 其實街頭藝人是國安問題 嗯 我曾經被國安 國安會邀請到總統府去檢報 去演講 專門講這個街頭藝人 沒錯 因為他其實牽涉的太廣 而且太深 所以已經是國安問題了 好 既然是國安問題 我們待會兒呢 還有最後一小段時間 我們要讓這個街頭藝人 教父張博惟先生 來告訴我們 他覺得現在到底要街頭藝人 是走這個 登記制 還是走這個 審議制 這個爭議呢 現在看起來2021年 會是一個話題了 那他是怎麼看呢 待會兒我們讓他 給各位做一點分析 好 我在街頭 我是藝人 但是容易嗎 我們聽街頭藝人 教父呢 張博惟先生的分析就知道 真的沒有三兩三 你就不要來梁山 對不對 不容易的 好威哥 再請教你 這樣聽起來街頭藝人 雖然目的都不同 但是他們一定碰到一個很嚴酷的問題 第一個但是表演場地 然後越來越多人的話 那他會這個生多周少 對不對 再來就是老天幫幫不幫忙 對 大部分的街頭藝人都是在露天表演嗎 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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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台北得天獨厚還有像高雄 他有地下街 喔 對對對 這兩個城市有地下街 好 但是地下街也有一些限制啦 有一些戶外的那種表演 動作太大的 可能也不太容易了 沒錯沒錯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如果看天吃飯的話 那不就是對街頭藝人 像比如說 有一些台北的冬天 天氣還蠻冷蠻濕的 那這種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寒流一來 或者是英語綿綿 有時候一來就來大半個月 那街頭藝人幾乎就減少了他的表演的空間了 沒錯沒錯 所以當年我在創辦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剛剛前面一句slogan 街頭記舞台 處處遊藝人 對 我的第二句slogan 叫做一張證照 遊藝全台 嗯 這是我當年的 我已經考慮到這個氣候的問題 我懂了 就換掉說 北部如果英語連綿 我可以到中部到南部去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好 但是問題來了 街頭藝人的證照通常是 拿著一張 在台北市拿一張就可以全台灣嗎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是一縣市一個制度 所以換掉說 你想要遊走這個北中南的話 你還得到每個縣市去考一次 對對對 我們有一人就專門收集了全國各縣市的證照 以這個為目標 那你咧 你手上應該也不少了吧 我是 我是很多 我都主要城市了 主要城市 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 你不可能跑到 就不去了 我懂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最近因為有在考慮說 有些地方政府採取登記 登記制 就是說你只要去登記 那就OK 你就可以表演 但也有些地方採用審議 就說你還是要有一個審議的制度 看看你的表演的才華 然後有一個認證 但也有些地方是雙軌並行 現在看起來地方政府一國多治 沒錯 那這個會對於街頭藝人來講有沒有困擾 當然會有困擾 當然這第一點 我還是要主張 就是說我們文化部還是應該要站出來主持公道 畢竟他是掌管我們台灣文化最高的機構 不能說只用地方自治就推給地方去亂象 這是第一點 我在此也要呼籲一下 當然第二個 針對審議制跟登記制 其實我個人把它定位為這是假議題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以現階段 我們考到證照的人 去表演還是得登記 甚至有些地方要抽籤 像淡水要抽籤啊 因為就是人太多嘛 對對對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是登記制了 有些熱門的今天大家去還要用抽籤的 所以你現在 是 審議登記抽籤制 那現在官方現在準備把這個審議的這個弄掉 我覺得是不負責任 在我認為不負責任 記得回到我最初創這個的初衷 我是希望提升台灣的旅遊競爭力 希望在台灣的各個國家頂點 民盛古蹟甚至重要的商圈 都有豐富的街頭藝術 所以我們推動這些地方 由各地方政府去公告 公告之後 這些地方就是要受保護 什麼保護 就是審議制的保護 你要到這些重要的城市門面 國家門面 你一定要通過一個水平以上的人 才可以遲照到這個表演 好了重點來了 重點來就是 因為目前官方他們 針對這些公告點以外的地方 不准我們去 這個是違憲的 我一直在呼籲 所以 所有開放空間 公共空間 人民 根據集會遊行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 從事學術一文旅遊運動 不需要任何證照也不用申請 這個部分是我們目前主管機關 他違憲的地方 但是他適當的管理還是需要吧 比如說一堆人跑去那裡做表演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很麻煩 對所以說 我正在講 如果你今天廢掉審議制 你其實還是在做登記制 那到時候大家去抽籤的就是 我們講的 噗嚨共的 甚至走音的 甚至搞不好那種對嘴的都來了 怎麼辦 文化的沉淪 我覺得 這是非常 所以你還是基本上 希望是一個審議制 審議制針對公告的點 那其他開放的公共空間 任何人不用證照 任何人民都可以 都可以做表演 我懂了 這樣還可以兼顧到那些 沒有證照的人 想要表演的人 但他的才華不一定那麼好 對 好我懂了 這樣子才是最好的 對台灣最有益的制度 等於說某一個區是真正 給那個審議制的街頭藝人 但其他區可以開放給 登記制的人 事實上現在也是開放 也是開放 你看很多廣場 民眾在跳舞 都是啊 也沒有證照啊 好今天非常謝謝 因為訪問他 而讓我對台灣的這個 街頭藝人的眼鏡時呢 有了非常大略的清楚的 一個脈絡的了解 再次的謝謝 街頭藝人教父 張柏惟先生 謝謝威哥 謝謝蔡大哥 謝謝各位聽眾的朋友 謝謝